在生活中 谁是比较爱撒娇的那个人呢 Herry 我觉得你 他都 你都做了什么吧 你跟我讲一讲 没有 没有啊 对啊 情绪 原来 自己不知道 意思是说 自己不知道自己 就像 就像 原先借东西的时候 人家借东西不像是别人一样说 哥哥能不能借我一下这个东西 对 他不说 他只拿我来之后对你笑 一直对你笑 你也不知道在干嘛 你就看着他还是对你笑 过了一分多左右吧 他会拿走 就笑笑就拿走了 就在那对你 拿走了 就这样 你再做一下那个完整的表情来 对 你去拿他的cd 你去拿这个cd 好 好 笑得我心慌 你们在那一秒有那种感觉吗 很心慌 你说你拿走吧 你给我 后来都已经没有感觉了 就是拿着我们就说 要借什么东西啊 在我们一天就拿着 然后就 我们也会不会说话 就说 走了 那就拿走好了 当时在韩国特训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比较好玩的事情 或者说当时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是怎么克服的呢 其实刚到韩国一直到出道 那这个阶段是必须的一个一个要走的一个阶段 那这个培训的确实很苦 你训练了多少年 我训练有两年半将近三年 两年半就要干嘛 对啊 那我觉得这三年这期间呢 我觉得收获很大 嗯 也是我们要 从要一直 出道 必要必须走的一个必经之路 嗯 其实这些对我来帮助呢 就是对我以后 人生啊 或以后对我都很 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 嗯 十元 当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你认为对你来说 最辛苦 最有挑战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嗯 什么 特别的疲惫是什么 特别的疲惫是什么 他说特别辛苦的没有 就是说 嗯 尤其是准备 准备这个新专辑的时候 嗯 就是想 表现得更好一些 让大家能更多喜欢一些 嗯 所以还有就是发音比较难 发音比较难 嗯 在训练期间呢 就是准备这个 这张迷你专辑之前呢 他就 尤其是中文啊 发音啊 非常辛苦 嗯 他每天都会去学习中文 你现在中文已经进步很多了嘛 就包括 歌词当中的东西都能够完整的念下来唱出来 对不对 对 对 已经可以了 对 其他成员呢 Harry 你应该应该没有这方面的困惑吧 刚到韩国的时候我就 就是一个人去了 因为我家就在加拿大 对 家人都在加拿大 所以我就是一个人去韩国 然后连韩女也也不会 你会 会一点中文 然后会英文 但是韩语真的完全不会 真的韩语 出了一点点 我就不知道 所以 跟我学习差不多嘛 刚去的时候我就 不会 也不会点菜 所以 我的第一个那个学的东西就是 给我一个什么什么汤 所以我除了那个 一个汤 那个 除了那个以外 我什么都不会说 那句话怎么说呢 你现在还记得吗 啊 白鸡汤 出了 白鸡汤 所以我就两个月的之间 我就一直吃白鸡汤 就是一个生鸡汤 生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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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 吃两个月 也吃了两个月 他说也吃这么白了 哈哈哈哈 那 看来你那个时候 应该会多一点吧 我 我刚去的时候只会说 那有一个汤叫不对鸡给 那叫不对汤 就有那个 有猪肉 有豆腐 有封面面在里边 做了一个汤 那个我也吃了一个多月 你也吃了那么长时间 对啊 刚开始我去韩国的时候 就会点那个汤 就吃了一个多月 反正第二个月呢 就会别的 叫通告四 我也是 哈哈 像日本的那种牛排 炸的牛排 反正加上酱 还有米饭 那我又吃了一个月 他们在讲一些语言的时候 真的会出很多的状况 周蜜 你那个时候会有遇到笑话的问题吗 还挺好笑的 因为当时韩语就是分为就是禁语和伴语嘛 对 然后就跟类似朋友年纪的人呢 我们就应该说伴语 那其实对姐姐啊 或者是叔叔说一般的一些就是 安安西哟 这样的哟就好 但是那个时候对 就是特别长辈的 比如说爷爷奶奶就要说 哎 怎么讲 我都忘了 就会加一个就是很高的那种 很敬语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初学韩语 全部都从敬语开始学 所以就不知道要对同辈的人 和对稍微年长一点的人要怎么说话 所以全说敬语 就会很容易把人吓到 就跟弟弟说 应该说 哎 帕某个骚 就是你吃饭了吗 但我们会说 帕某个你嘎 然后就会把小孩给吓到 就说 哎 这哥哥怎么了 我还记得你 就是对那些小的训练生的时候 就比你小五岁的 就会怕某个所有这样的 对 我会对他们说禁语的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学 就是很简单的 是 那时候他打招抖了九十度鞠躬的 就是刚到小孩子 整个头好疼啊 就到哪里都是 因为怕得罪人 就觉得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吧 其实就是一个韩国礼仪 其实是一种礼节了 那后来看见那些比你大五六岁的腰板就值很多吧 应该 就 稍微点一下他 试一一下就好了 Junia M 来给我们讲一讲 韩国哪里最好玩呢 来 这样好了 那个韩国成员一个来推荐一个 必须 杰州岛 杰州岛 为什么会是杰州岛 干净 干净 很干净 还有 很漂亮 很漂亮 好不容易蹦出几个字啊 那边呢 那边呢 东海 推荐一个 我觉得 韩港 汉江 汉江 晚上 晚上 很漂亮 因为那个汉江旁边的灯全部都亮 还有桥啊 灯全部都亮 晚上夜景很漂亮 富山 富山 海云大 富山 海云大 嗯 海云大 海云大 也是一个海边的一个城市 在富山 也很漂亮 对 接下来石渊 推荐一个 很多外国人喜欢明东 明东 明东 跟东大门 东大门 Koix 这么说 什么叫Koix 你就是谁是平时打扮花时间最多的一个人 就最喜欢臭美的一个人 然后 那个时候的答案是周密 请问一下 到现在这个答案 结局依然是周密吗 过十年还是周密 一直把这个头衔就握在手上不放下来 你出门之前要花多长时间请问 这我还蛮少的 两个小时 真的不用了 我就比他们就多差不多五分十分钟吧 不可能 就把衣服挑出 因为我就会有就是把衣服都洗得很好 三个小时 然后就把自己想穿的拿出来 你不算是挑化妆品的时间了 那不是算在洗脸上吗 谢谢大家